大家好,经常有话有反映自己家的绿挪长势特别的缓慢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三招打开这个绿挪的生长开关 让它能够实现蜂长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会生长缓慢 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伤根了 根系受损或者根系吸收能力不强而导致的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早晚温差太小了 然后呢晚上呼吸作用增强 消耗养分过多没有养分积累而造成的 那么知道了原因后期的解决方法就简单了 用上这三招就可以打开它的生长开关 首先第一招就是浇水用竹签来判断 用竹签插进这个盆土里面 等到盆土感觉要浇水了 我们再取出来观察这个竹签是否带含有水分 是否带有这个黏土 如果不带一晚已经比较干燥了 我们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基本上按照一个干透浇透的浇水方法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用肥 养绿螺用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上这个 不含有腐质栓的这个营养液 为什么要用这个腐质栓的营养液呢 首先这种肥的话呢它蛋领甲比较均衡 而且是有机肥比较温和 不容易出现伤根的情况 第二呢就是里面含有腐质栓 腐质栓呢不仅可以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而且呢还可以起到很好的触根效果 增强根系的吸收能力 让根系吸收到充足的养分来促进蜘蛛的生长 我们只需要准备1000毫升清水 然后呢按压一蹦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之后呢 每10天左右挂一次根 这样既补了肥又促进了根系吸收能力 绿螺自然就长得旺了 第三点就是要增强昼夜温差 早晚呢昼夜温差的最好就是保证在5到10度以上 那么这样昼夜温差加大就有了足够的养分积累 绿螺自然就养的旺了 但是要注意 这个昼夜温差呢 一定要在这个绿螺适宜生长的温度区间内 如果过高或过低啊 对它生长都是不利的 想要绿螺疯长 我们只需要用这三招打开它的生长开关 绿螺的生长啊 根本就挡得挡不住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